而且我也找到他拍國際電話 每個月都拍了三四成功 那時候的代表官是這麼多的 三四成功代表他繼續跟外面通信做事情 他怎麼收拾電話還是TELES 都有 他有電話 還有傳真機 還有電報 他出一開始他其實有用過電報 可是後來傳真機可以買 所以他有像先進的傳真機 所以那時候將來試到一些 他十幾成人去做工具 他們就是都用這些卡國際電話 傳真機的網版 我們現在陸續開箱很多 他當時雜誌社這邊的一些東西 那些傳真機都被我們找到了 所以那個傳真機當時都燒掉 而且當然有很多東西有燒毀 可是我們最近在開始在整理 這些東西幾乎時空交難保存了三十幾年 就是說包含他們的女兒怎麼收 我們本來在那裡 大家不敢聽 你覺得說聽聽的會害怕 可是後來我們諮詢了一些人 那也確定有些東西 我們必須要再往下找資料 那時候在他中編輯的資料 回頭去看看聽聽聽聽聽 一條牌一條牌一條牌看聽 有收拒 有傳真機有啥 那讀貨時有什麼東西弄到 所以頂多有水河也有礁河 可是文字本身都還在 所以也幫我們還原了 那請教那個傳真機那時候 感谢观看